我今天来节目的目的的话 就是说希望 这个复合天使朗目组 帮助跟我曾经一样的 追求梦醒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以前我们在横店认识的 然后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表演这方面 你为什么这么想要帮助她 因为我自己当时强烈的 想出名的欲望嘛 她跟我一样的 所以你现在是担心你那个朋友 如果继续在这条路走下去 也会遭遇到你这样一个 很难受的心情是吗 对 因为她想就是说 一年不行 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八年 然后她如果再继续这样 追寻自己的梦想的话 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是吗 对 你是通过什么事情 突然顿悟出来的 家里面是这样很大原因嘛 然后在自己也看到了 现实和那个梦想 其实也差距了 最主要是家里的原因 家里都有哪些人 因为我家里面非常非常不支持 就是说我爸对我不怎么好 从前也对我不好 我妈为我付出太多太多了 你是觉得应该要有一份 安定的工作 对 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来回报妈妈 我觉得我陪我妈去担心 因为我妈她是太可怜了 你觉得你有这样的想法很好 对 所以你现在是彻底想开了 对 想开了 那你为什么坚信你的朋友 不会有一天自己就想开了 因为我认识好几年了嘛 然后她的话 家里条件也不好 然后比我还疯狂 也可以这样来形容 你觉得她不适合当演员是吗 好像不是我这样认为 是大家都这样认为 大家都觉得她不适合做这一行 但是她自己是很坚持是吗 她自己觉得她一定会成功的 然后觉得她自己一定行的 缺的就是个机会 这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你是觉得 她肯定不可能成为明星的是吗 不是我 我说肯定不可以 是所有人 大家都这样说她不行 不是我 她条件很差吗 等一下你们大家看啊 你们这样说觉得差不差了 因为我毕竟是我朋友 不好意思说什么 她今天来现场了吗 她应该来了吧 我有几年没见她 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叫傅燕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